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Sukiyaki United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开包的是 每一位罗娘到了一月份都会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是Sell打折季 和很多时装品牌一样 罗利他洋装不管是日牌还是国牌 到了年末都会进入打折季 将上一年里面没有卖掉的一些货进行打折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最便宜最划算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位罗娘到了一月口头离不开的两个词就是 福袋和Sell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我觉得去年Baby还是出过有那么几款好看的款的 而且非常幸运的这些款都熬到了Sell 于是我 其实我没有等到五折了 我是六折的时候买的 因为他们一直就是挂七折七折七折 然后店头有一个就是Time Sell限时六折嘛 然后我就当机立断买了 虽然之后也打了五折 不过怎么说呢 折扣价格当然是一点一点往下走 但是库存也是往下走的 所以我觉得取决于你的Priority是什么 如果你更重视价格的话 那可能等到往后 等到军衣就特别便宜的时候再去买会好一些 如果你更想要买到你最喜欢的型和色的话 那就是一场博弈了 就要看你觉得在哪一个价格上面你能够买到这个型色而不会被受庆 反正总之我觉得六折还好吧 BABY的笑我几乎是每年都会买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 不管是纯色还是印花 总是有那么几款非常 即使不经验也很好穿 然后打折之后 这个力度也是一点一点的会让价格变得非常低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入手日牌是非常好的 事实上我自己第一次买日牌 也就是在几年前 只有三年前了吧 的这个一月份 我是趁打折的时候去买的 今天我和人才小姐穿的也是来自BABY之前的sell款 这一件是 它俩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然后这个是印花款 那个是纯色款 这是叫什么什么朱丽叶 什么恋爱的魔药之类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觉得这款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克拉 长度也非常好 这一件刚出的时候 大家都是 BABY要变这一阶了 因为整个风格很宫廷 长度也非常长 很多蕾丝细节 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吧 我在纽约见过很多朋友 他们正价买的 然后很中草 所以我也一直在蹲这一件的sell 其实这一件后来有打到军衣 就是很便宜的价格 但是当时我在国外 然后联系 国内代购不是很方便 所以最后没有抢到 就是后来我去咸鱼上收的一件 sell价的朱丽叶 后面这一件纯色也是 纽约的BABY店头 曾经有过这一件 然后我去试穿了 上升的一瞬间 我在更衣室里差点尖叫出来 就是整个很宫廷 但是又没有那么夸张 又很优雅 就觉得哇 太棒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这款不火 应该有希望等到sell吧 所以就一直蹲 一直蹲 一直蹲 后来就蹲到了 几乎是五折吧 还是六折买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今年呢 我买的两件分别是 雨中谬斯 也叫玫瑰夜空下的谬斯 然后另外一件是贝克街 这两件都是 刚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很好看 但是就是慢慢的看到 有人repo 然后谬斯的话 见了两次食物 贝克街也是看了很多 我repo之后觉得是一件 櫻花很有想法 然后又很日常好穿的款 所以买到啦 包裹已经在这里了 两件裙子在一个蛮小的纸袋子里面 而且非常轻 不过这两件都是雪纺 然后很单薄的裙子 其实是去年的春款 是夏款来着 所以正好可以适合今年的春夏穿 然后这个EMS 袋子破掉了 然后露出一个口来 不过里面应该是用这种 baby的纸袋子包好 所以希望没有问题 先打开看一下吧 好的 那么里面的包裹就是这样一个 baby的粉色购物袋 看上去完好无损 让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吧 哦对 两件 好让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哎居然没有防尘袋 好 我们把这一坨 啊没关系 没有防尘袋 但是有一架 有一架就足够了 好让我们先看哪一件呢 先看这一件吧 好那么这一件是叫 Dear Sir 是以这个福尔摩斯贝克街为主题的 这样一款小裙子 哦 哦原来上面这个千鸟格的部分 是印花印出来的千鸟格 不是材质拼贴 所以整体都是雪纺的 然后是一种 还这是一个 哦是个带就是格子按纹的雪纺 是一种蛮有质感 然后偏厚一点的雪纺 嗯 这款其实还蛮多人买的 所以能撑到色 我觉得挺挺神奇的 但是这一款我其实只喜欢高腰型 然后颜色的话最喜欢生成色 所以在六折的时候 就忍不住赶紧爪了 哎呀好看好看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印花 嗯 首先就是这个印花的底色部分 其实是用很暗的这个颜色 印得像是报纸 哎居然没有泰武士报吗 我看一下 好无论如何看下面 下面的印花应该就是这个 啊哈哈哈哈 其实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印花了 然后我刚刚看到 这个这个戴着礼帽叼着烟斗 前面还有一本书和一个放大镜的 这个福尔摩斯先生是一条狗 而且这个狗脸还挺长的 哈哈哈 A&P 设计是太坏了 然后整个裙子印花也充满了福尔摩斯 这个作品的元素 包括小提琴是吧 然后福尔摩斯的列路帽 然后各种各样的天平呀 试管呢 玻璃瓶 看看 各种各样的医药 琴谱 嗯 然后镜子里面也是非常经典的 这个贝克街 就最老的福尔摩斯 戴着列路帽 然后拿着烟斗这样一个侧面的影像 然后有一本打开的书 我看一下 嗯 这本书的话 上面画的是一个窗户 然后里面有一个男人拉提琴的侧影 上面 这个字儿实在是 There is nothing more 哈哈 我真的太印得太不清楚了 这个 也不是 这新 看不出来 好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本打开的书 这个是一个贝克街的街景 然后上面写着 When you have 我觉得好像离远一点 反而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 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最后还有这样一本书 然后 这两个人影绝对是BBC版的卷服和华生 这两个 这 这两个绝对是 这 你告诉我不是 逗我 肯定是 然后 就这个身高 然后这个脸型 头发 绝对是BBC版 然后这个是 to a great means nothing is to a great mind nothing is nothing is little to a great mind nothing is little 在一个伟大的思想 看来 没有什么是小事 或者说 在一个伟大的侦探脑海里面 没有什么细节 是小到微不足道的 对不起 因为我这个很喜欢 福尔摩斯的这个小说故事 然后福尔摩斯的延伸作品 我也还比较喜欢 所以忍不住要研究一下 这个裙子上面都有哪些梗 啊 总之感觉是一件非常好穿的小裙子 待会我们要来试穿一下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宇宙谬斯 或者是玫瑰 胸光下的谬斯 啊 一样的蝴蝶结 这个胸口的蝴蝶结 和我这件的蝴蝶结一模一样 其实也很常见了 BBC只要是这个风格的裙子 就经常会重复使用一些蝴蝶结啊 蕾丝啊之类的 这都很常见很常见 然后这一件 宇宙谬斯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材质 它的印花是印在欧根纱上面的 对 然后底下是一层完全纯色的内衬 然后印花是通过一层透明的印花 盖在纯色裤上来显现出来的 哎呀 然后这一件如果你关注这个频道很久的话 你应该会记得我们在 呃 炯神采访罗娘的时候 有一位姑娘就穿了这一件 我当时也是看它穿着非常重草就这么一件单穿 因为它领子这边细节很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当小礼服 单穿就又凉快又很有春夏的气息 我很喜欢这一件裙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件非常typical 非常典型的洛莉塔 就是这样的领子设计 然后这样的印花色调 就整个感觉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方向可以去尝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买它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件不火的锅只能赖摄影师 因为这种欧根纱印花这样的质感 就是官图上面基本上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所以其实这一件比贝克街还要不火 然后我觉得说不定可以撑到军衣 现在正在五折 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打得更低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件 这件的印花上面有很多玫瑰啊 彩窗玻璃小提琴 还有各种女神像 也是一个颜色非常柔和 然后有很多细节的小裙子 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试穿一下吧 好的那么这里就是语中谬斯的上身效果 我觉得裙子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因为我刚才正好在穿这一件 Victorian Maiden的蕾丝打底衫 所以我就直接套在外面了 因为这一件上面有很多蕾丝元素嘛 我觉得在一起也还比较搭 因为这个裙子的领子这里 本身就有珍珠的搭配元素 然后今天呢我也是搭了一个 珍珠的细细的头巫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搭上各种 很有春天气息的珠宝首饰 然后各种蕾丝打底衫呀 蕾丝罩裙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潜力的裙子 可以搭成像春之女神那样 就是很华丽 但是又很优雅很可爱的感觉 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风格 去尝试一下贝克街吧 好的那么这里 就是贝克街上升以后的样子了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风格 其实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类似感觉的就是有点英伦 然后有点复古 又有点学院 这样综合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我搭配的呢 也是来自第69部门的裂装外套 这是我昨天刚刚拿到了第三件了 因为他们这一款的面料 总是在不断的更新 然后前几天正好看到了 这个卡瑟的格纹 就是英伦风扑面而来的感觉 所以就马上下单了 然后正好可以搭上这一件 实在是太开心了 然后这一件裙子的话呢 背带有两个蛋可以调节 然后我觉得这个腰其实 不算太高 所以我觉得对于胸不是特别大的 大部分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可以穿的版型 而且贝克街嘛 如果有机会去伦敦玩的话 穿这一套一定会超级应景 再就是我觉得这一件剪裁比较利落 然后樱花也整个色调比较统一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件融入地球人无压力的 只要不穿裙称 然后加一个外套 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党或者上班族 都是一件非常实用的小裙子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来自 BABY的STARS AND BRIGHT Alexander Pirates的色调开包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哼 我早就看透了 凶手就是你 太中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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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看看 practitioner